上帝永远不会从你身边拿走一些东西 而不打算用更好的东西来代替他 相信上帝会在适当的时间和适当的季节 将适当的人放在你的生活中 上帝的计划永远是最好的 有时候这个过程是痛苦和艰难的 但不要忘记当上帝沉默时 他正在为你做事 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赵的人 以赛亚书四十三章十九节说 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 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 我必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应许 我再次告诉你 上帝永远不会从你身上拿走任何东西 除非他以计划好 用更好的东西来取代他 所以如果你现在做的事情 一直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 那是上帝用他自己的方法对你说 我为你预备了更好的东西 真言十二章二十三节 通达人隐藏知识 愚昧人的心彰显愚昧 当你与主同行时 他会给你一下 他会给你关于你未来生活的愿景 他会给你关于他想和你一起完成的事情 以及他要通过你或在你身上完成的事情 上帝会给你看到你的未来 使你可以朝着未来的方向前进 其他人可能看不到你所看到的 或不知道上帝要带领你进入的未来 有些人试图告诉每个人 上帝正在向他们展示什么 那是你不应该犯的一个大错误 是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除非是上帝带领你去谈论他 你要明白 撒旦不知道你看到了什么 直到你告诉他 因为他不是无所不知的 他并不知道一切 当他听到你所看到的东西时 他开始制定阻拦你的计划 圣经说 通达人隐藏知识 有些人因为无法事实闭口 使他们失去了从圣灵而来的美好计划 有的人一接收到圣灵带给他们的计划 就巴布地告诉他人 然后撒旦听到了风声 猜猜他会怎么做 他开始设计阻拦你实现计划的轨迹 活到今天 我学到的一件事是 在我们人生里的人来来去去 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朋友 不同的人伴随我们度过不同的岁月 过去在你身边的朋友 可能今天不在一起 你期望会留在你身边的人 却离开了你 然后你问上帝 为什么 算了 别问了 我们侍奉的是一位有秩序的上帝 他不只是让事情偶然发生 他总是为他的子民谋求最佳利益 他允许事情发生是有原因的 这里有五个原因告诉你 为什么上帝可能会从你的生活中 移走某个人 第一个可能是为了完成 他的神圣计划 上帝的最终计划 是我们在他的国度里 永远与他同住 当我们将我们的生命献给上帝时 我们就是在允许他的旨意 在我们的生命中运行 因此 任何阻碍我们遵行上帝的计划 在我们生命中实现的任何人或事物 他会移除 耶利米书29章11节说 耶和华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此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第二个可能是 他们可能有毒 这个世界上很多有毒的人 你可能每天都会遇到其中一些 但你却不知道 他们可能暗地里恨你 或时间越久 他们变得越来越有毒 我们只能看到别人允许我们看到的一面 但上帝看到的是内心 他看到了其他人 可能对我们有的所有秘密想法和谈话 上帝知道我们能承受多少 因此有时候 他将从我们的生活中 删除某些人 以保护我们 撒摩尔记上16章7节说 耶和华却对撒摩尔说 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 我不拣选他 因为耶和华不向人看人 人是看外貌 耶和华是看内心 第三个原因是 其他地方需要这个人 上帝可能从你的生活中 移走某个人 因为其他地方需要那个人 这可能是一件很难理解的事情 特别是如果那个人 是你的好朋友 或交往中的男女朋友 请记住 上帝对每个人的生活 都有一个计划 包括那个人 上帝的计划 可能是把他从你生命中移走 但要明白 所有事情的发生 都是有原因的 他们可能需要在其他地方 实现上帝赋予的目标 生命纪4章18节 于是摩西回到他岳父 耶推罗那里 对他说 求你容我回去 见我在埃及的弟兄 看他们还在不在 耶推罗对摩西说 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去吧 第四个原因 他们可能不适合你 有时上帝会将某人 从你的生活中移除 因为他不适合你 或时间不对 上帝可能决定 将来你们两个人结合 也可能不 上帝看到开始和结束 你可能会问 为什么上帝会让一个完美的男人 或女人走出我们的生活呢 因为上帝了解我们 他只会允许我们的生活中 发生符合他计划的事情 罗马书8章28节说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赵的人 第五个原因 上帝有更好的东西在等着你 他要祝福你 有时我们执着于认为 某些东西或某个人 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我们不知道上帝为我们准备了什么 我们真的不知道 他为我们准备了什么 他只是等待我们信靠他 他就可以开始向我们倾倒祝福 《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说 如经上所记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当我们将生命交在上帝手中时 我们可以放心地确认 他正在保护我们 即使我们选择违背上帝的旨意 他也总是试图 让我们回到正确的轨道上 他太爱我们了 他不想失去我们 我们在上帝眼中是那么的宝贵 当我们明白 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 我们就比较容易 从我们的经验中 吸取学习道的功课 举个例子 如果一个人可能因为 你对他说的话而离开了 现在你学习到如何控制自己的舌头 或者一个人可能因为 你对他做的事而离开了 现在你学习到如何控制自己 或如何更好地回应他人 而不是反应 因此 当上帝将某人从你的生活中移走时 不要追赶他们 如果这是在上帝的计划中 我要你知道这是因祸得福 因为我们可能不知道未来会怎样 但我们知道谁掌控未来 因此我们需要相信上帝 相信所有发生的一切 每个走近或离开我们生命中的人 都是有原因的 当他们离开的时候 记住 请理解 他们只是在人生某个季节 扮演了他们的角色 他们只是停留在我们生命中一段时间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值得被牵挂 不是每个人都值得依附于他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需要知道 人们在我们生活中的位置 我们需要相应地对待他们 有的朋友是暂时的 有的朋友是一生的 有的人只是相识一场 有的人来到是为了扮演各自不同的角色 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把他们搞混了 所以在这短暂的人生中 我们需要知道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人 我们需要相应地对他们进行分类 当我们把这一生交在上帝手中 我们可以放心地确认 他会保护我们 即使我们做了相反的事 即使我们违背了他的意愿 即使我们出尽全力拼搏和他搏斗说 不 我不想失去这个人 我不想失去他 我不要这个计划 我不要再次把自己放在那里 可能你正在因为心碎而挣扎 也许你正在经历离婚 你在问自己 我怎么能把自己拉出来呢 我怎样才能够找到像他一样的人呢 我怎样才能找到像这个人一样了解我的人呢 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 这世上不只有一个人适合你 每一个离开的人 上帝都有一千个人要祝福你 有一千人要来提升你 加强你 上帝是我们现在的 随时随地的帮助 他在他所派的人中展示了他的帮助 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们必须有意识 我们也必须谨慎 我们必须对我们生活中遇到的人 有意识极有警觉 如果出于任何原因 他们最终决定离开 你只要知道他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部分 不要去搏斗 无需争取 只要笑一笑 因为他发生了 最后我把这些话送给你 你要了解记录你生活中不同类型的人 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相应地对待他们 有一天你会很高兴你做到了 有时候在生活中 我们发现自己抓紧一段关系或一个人 就像我们可能紧握一个气球 担心他升入广阔的天空 但是如果这升起 这离别是由纳志高的掌权者 由上帝亲自安排的呢 当上帝将某人从我们的生活中移走时 这可能会非常困难 我知道这种感觉 因为我曾经经历朋友 家人 好老师等的离去 当上帝将某个人从我们的生活中移除时 这个过程可能会充满挑战 这可能是一次非常痛苦的经历 但在这些季节里 总有办法克服它 并在这个过程中成长 你也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上帝移走某个人的原因 你有可能永远无法理解 或者有时这个原因会在几年后才被揭示 但他们总是有原因的 在这些情况下 始终保持对主的信心是至关重要的 即使是在痛苦很深的时候 即使你不知道原因 记住上帝的信实 并相信它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存在 朋友们 我们都是美丽计划的一部分 这是上帝亲自设计的计划 圣经在真言19章21节告诉我们 人心多有计谋 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 我们都制定计划 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比我们最好 甚至以为自己知道 在我们自己的人生中 应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但我们的天父上帝更了解 他有始至终都了解 有时他会把人从我们身边带走 或者把我们从他们身边带走 理解这一点可能对你来说不容易 有时甚至可能会受伤 但要记住 以赛亚书55章8-9节中所说的 耶和华说 我的意面非同你们的意面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面高过你们的意面 让我们一起踏上这个旅程 让我们在主的话语中找到安慰 希望和理解 因为当上帝把某人从我们生命中一开始 这是他神圣计划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让我们更亲近他 让我们拥抱我们天父的爱 释放他要求我们放开的气球 因为在他手中 我们有他的引导和关爱 我们是安全的 让他们走吧 让上帝掌控 圣经告诉我们许多关于关系的故事 他们的重要性 以及上帝在引导他们中 所扮演的神圣角色 亚伯拉罕 一个有信心的人 被上帝要求 离开他的家人和故土 上帝有一个更伟大的目的 正如创世纪十二章一节所说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离开本地 本族 富家 往我所要指示 你的地区 亚伯拉罕 顺服上帝 他因此获得了远超他想象的祝福 同样的 在《使徒行传》保罗和巴拿巴的故事中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 如何发生分歧 导致了他们分道扬镳 然而 这种分离 也有其神圣的原因 《使徒行传》十五章三十九至四十节说 于是二人起了争论 甚至彼此分开 巴拿巴带着马可 坐船往居鼻路去 保罗拣选了希拉 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 通过这样福音传达到更多地方 圣经真言二十七章十七节告诉我们 铁磨铁磨出刃来 朋友相感也是如此 但是如果铁是生锈的呢 有时候一段关系会使阻碍我们的成长 它让我们感觉停滞不前 或使我们离弃我们的信仰 离开它们使我们更亲近上帝 并帮助我们在属灵和真理中成长 上帝是我们的保护者 即使在我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他总是关注我们 篇91章两节说 我要论到耶和华说 他是我的避难所 是我的山寨 是我的神 是我所依靠的 当某些人可能引导我们陷入危险 或远离上帝的话语时 上帝可能会使他们远离我们 或将我们从他们身边带走 这是他的一种方式 他在说 相信我 我在保护你 传道书三章一节告诉我们 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我们的生活就像自然界一样 经历人生不同的季节 人们来到我们的生命中 然后离去 就像输液一样 有些关系只是停留在某个季节 当季节改变时 也许就是时候放手 拥抱上帝为我们准备的新事物 耶利米书29章11节 耶和华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次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我们的主有一个计划 即使我们不明白 我们可以相信 他知道什么 对我们最好 有时候上帝将某个人 从我们生命中移开 这意味着是让我们放手的呼召 让他们走把 这听起来很简单 对吗 就两个字 放手 但对我们许多人来说 这两个字 可能背负着一生的回忆 希望和梦想的重量 它们也可能带来一阵 我们通常不知道 如何应对的情感风暴 想象一下 有一根绳子 你站在一端 你的感受在另一端 你在进行一场拔河比赛 一刹那 你被拉向理解和接受 下一刻 你被拽入混乱 悲伤 甚至愤怒的情感中 这场斗争是真实的 是人性的 还记得耶稣在 克西玛尼园时的情景吗 他深感痛苦 他在马可福音 十四章三十四节 对他们说 我心里甚是忧伤 几乎要死 你们在这里等候 警醒 即便是我们的救主耶稣 也经历了如此沉重的情感 那么对我们来说 感到迷茫是正常的 当我们所爱及所在乎的人离开时 我们会问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或我做错了 什么要面对这样的遭遇呢 甚至你会痛心疾首地问 在这一切当中 上帝到底在哪里呢 你问这样的问题是正常的 自然的是 大卫 一个追求上帝心意的人 也多次有同样的感受 他在诗篇四十二章十一节中说 我的心啊 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但这是重要的 虽然我们可以感受所有这些情感 但不要让他们将我们拉离上帝 记住在那场拔河比赛中 上帝的话语可以成为阻止我们被拉得太远的毛 作为信徒 我们有一个美好的特权 就是与上帝有一个直通线 成为祷告 当我们经历困惑 痛苦或愤怒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走得很远去寻找救助 我们只需要闭上眼睛 低下头 与我们的天父交谈 圣经在腓立比书四章六章七节告诉我们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这是一个美妙的应许 当我们在挣扎时 上帝不仅是倾听者 还会赐给我们平安 当一段关系结束 或者当我们必须放手时 就像失去了我们故事的一部分 但在祷告的宁静时刻 上帝提醒我们 祂是我们故事的作者 祂的作品还没有完成 祷告不仅仅是向上帝 祈求事物或解决方案 也是向祂倾吐我们的心声 是在祂的同在中找到安慰 你还记得大魏王的故事吗 当他感到孤独或不知所措时 他会向上帝歌唱和祷告 他在诗篇62章8节中说 闻众民当实时倚靠他 在他面前倾心吐一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实际上 与上帝交谈具有疗愈作用 就像和一个比你更了解 自己的朋友交谈一样 他了解我们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 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 我们知道我们不是独自一人感受情感 圣经中充满了那些挣扎 感到失落或痛苦的人的故事 但在他们黑暗的时刻 他们在与上帝的关系中找到了光明 当约伯失去一切时 他痛苦不堪 陷入混乱 但他坚定了他的信仰 约伯记一章21节 说 我赤身出于母胎 也必赤身归回 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约伯的道路并不容易 但他的故事提醒我们 在最艰难的时刻 甚至当我们濒临崩溃时 我们可以相信并依赖上帝 情感是我们人类经历的一部分 是上帝所赋予的 耶稣流泪 大卫诉说了他的苦楚 约伯哀悼 但在他们的故事 和圣经中的其他许多故事中 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在情感困扰时 他们求助上帝的力量 因此 如果你正处于情感的拉锯站中 请记住 你并不孤单 你要依靠祷告 与上帝交谈 让他成为你的毛 治疗师和向导 在他那里 你会找到平安 理解和力量 帮助你放手 并拥抱他对你生命的完美计划 想想那些 曾离开你生命的朋友和家人 你是否感觉很受伤 是的 可能确实如此 我们都听过那些 面对失落后 却在不远处 找到意想不到的 祝福的故事 让我们记住 路德和拿尔米 在路德记中的故事 拿尔米失去了 他的丈夫和儿子 但他得到了 路德这个忠实的儿媳 上帝将拿尔米的损失 转化为美丽的祝福 而他的儿媳 路德呢 失去丈夫后 他本可以返回自己的家乡 但他选择 留在婆婆 拿尔米身边 路德不仅在伯利恒 找到了新的家庭 还遇到了 他未来的丈夫布阿斯 上帝就像一个遥功 他塑造我们的生活 有时候会打破和重塑 但总是有一个目的 路德记二章十二节说 愿耶和华 照你所行的赏赐你 你来投靠 耶和华 以色列神的翅膀下 愿你满得他的赏赐 生活中有很多结束 但每一个结束 都意味着 在地平线上 一个新的开始 就像一个气球 有时我们必须松手 我们必须相信 上帝的智慧之风 会把我们 带到我们需要去的地方 因为罗马书 八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 我们晓得万事 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赵的人 以色列神的 以色列神书六十四章八节说 耶和华 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 我们是你 你是姚将 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 他可能会带走 但他也会赐予 他经常在我们最不期待时 给我们带来新的人或祝福 放手不仅仅是接受失去 还是怀着希望和信心 迎接即将到来的事物 如果上帝将某些人 从我们身边移走 以下是一些帮助我们面对的步骤 要活得疗愈的第一步是接受 我们需要明白上帝的计划 可能与我们的不同 但他总是完美的 真言三章五至六节说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上帝赐给我们一个社群 教会、家人和朋友 都是上帝赐予的宝藏 加拉太书六章两节说 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 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在事情变得艰难时 你可以依赖值得你信赖的社群 他们可能是你的朋友 家人或团契 他们将在那里倾听 祈祷并提供一个 可以倚靠的肩膀 圣经是慰藉的源泉 当一扇门关闭时 请记住启示录三章八节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略有一点力量 也曾遵守我的道 没有弃绝我的名 看啊 我在你面前 给你一个敞开的门 是无人能关的 花时间阅读上帝的话 这就像给受伤的灵魂 一记安抚记 提供指导和希望 花时间思考这段关系 它为什么会发生 你从中学到了什么 这段关系 如何让你更接近上帝 诗篇四十六章 世界说 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我是神 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 在遍地上也被尊崇 有时在沉默和反思中 我们找到了我们所寻求的答案和平安 最后请记住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罩的人 为什么某些人离开我们的生活 那些原因可能并不总是那么清晰 但上帝的计划 总是为了我们的好 拥抱心的开始 珍惜回忆 但怀着希望 展望未来 毕竟我们 在这个地球上的旅程 只是上帝为我们每个人写的永恒故事中 一个小章节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怀着敞开的心和信心 来到你面前 主啊 你在耶利密书二十九章十一节中说 因为我自己知道 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 我们依靠这个应许 为每一个离开我们生活的人 为每一个变化和转变 为我们能够理解 并接受这一切而祷告 诗篇二十三章四节告诉我们 我虽然行过死因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账 你的肝 都安慰我 在失落和痛苦时 愿主成为我们的安慰 引导我们走向新的机会 新的友谊 并与你建立更深的联系 就像以赛亚书四十三章十九节所说 看啊 我要做一件新事 如今要发现 你们岂不知道吗 我必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亲爱的天父 让我们看到 你在我们生活中 所做的新事情 愿你赐福我们的旅程 祝福我们每一步 并帮助我们 始终信靠 你为我们规划的道路 你的话语告诉我们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 为耶和华 指引他的脚步 愿我们的脚步 与你的旨意一致 愿我们晓得万事 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在结束之前 我们为了平安 关爱和理解 向你祷告 让我们一直谨记 腓利比书四章十三节所说 我靠着那家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奉耶稣的名 一祷告 阿们 如果你受到这篇信息的祝福 请考虑以赞助的方式 支持这事工 你可以在以下点击链接 我奉耶稣的名 宣告这祷告的一切祝福 现在都临到你身上 你可以与需要 这祷告祝福的朋友或家人 分享这视频 帮助我们接触更多的人 并传播福音 还请记得点赞订阅 我们的装备生命频道 以获取更多能够祝福你的视频 我们感激你的聆听 你是蒙福的 为要成为他人的祝福 愿荣耀归于上帝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与平安 与你同在 请不吝点赞订阅